花莲邮局及花莲港务分公司呼吁全民热心捐血 在月4号两天联合花莲港区各机关在花莲关邮局前举办捐热血有爱心活动 同时办理连任政府及诈骗宣导 除了落实企业关怀社会的理念 号召乡亲捐热血的同时也唤起全民反弹的意识 提前庆祝邮政节呼吁全民热心捐血就血荒 花莲邮局及花莲港务分公司 花莲港务警察总队 花莲港务消防队 航港局东部航务中心及台湾港琴公司花莲营运所等单位 3日4日两天在花莲国安邮局前广场 办理捐热血有爱心活动 同时推动连任政府及防诈骗宣导 唤起全民反弹意识 我们花莲邮局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比较大的场面 联合我们花莲港各机关一起来举办这个监局活动 希望号召大家踊跃地来监选 捐爱心 我们由花莲港务公司跟我们花莲友谊局的政风单位 来推动一个联合政府跟缓诈骗的一个宣导 希望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导 让我们的联合政府能够为民众所信任 另外在缓诈骗的部分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不要被诈骗 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摩采 还有一些防诈骗的宣导也有证品 希望大家能够共享胜举 我非常感谢我们花莲相亲 在过年后之后 最近有比较回稳在捐血 那到今天早上为止 我们的血液库存量剩下有6.5天的安全库存量 当然还是不足我们的安全库存量要7到9天以上 但是有比之前前一阵子 大概只剩下4天到5天的库存量要往上提升了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花莲邮局呢 提前来庆祝我们那个邮政节 来举办的这个大型的捐血活动 那也欢迎我们的民众能够踊跃的钱来捐血 捐血250cc送超商50元商品卡一张 及波波哥无有整一个 花莲港务分公司 并加振金美只加减一组 捐血500cc送两份 连阵宣导活动 现场填温券就赠送金美礼品 花莲捐血站表示 过年及廉价期间 乡亲勇约捐血 目前血液库存量达到6.5天 A型跟O型剩5.5至6天 人不足7到9天 持续鼓励乡亲勇约捐血 记者蒋邦远 华联士报导 我们下期见